对比我和德约科维奇的正手,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德约转体的方式,他不是仅仅把身体侧过来,而是在转体的同时把球拍架高,我想他这么做的原因就是要利用重力,就是说,他把球拍抬高,接着他放松手臂,球拍会自然下落。 在转体阶段,德约有几个细节需要大家注意,架高球拍是第一点,第二点是他的非持拍手放开球拍的时间更晚,很多球员在身体刚转到侧面时,就会放开非持拍手,但德约左手持拍的时间更长,这样做的好处是他的左肩旋转的角度更大,如果放手过早,左肩只能转到这个位置。 当你转肩幅度更大时,跨部和肩膀旋转程度不同,这样的身体扭转,继续了更多的能量。 德约转体时还有一点值得注意,很少有业余选手这么做,就是在把球拍推到后面之后,他的左手才开始伸展。 看上去就是这样,先把球拍送到这个位置,再伸展手臂。 这一点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,把手臂这样伸展,会给你的身体一个信号,告诉你合理的击球位置在哪里。 接下来我要教你一个转体的训练,首先你要有一个好的准备姿势,用正手的握牌方式握牌。 拍面轻微关闭,就像这样。 你的飞翅拍手要拖在球拍的后部。 从这个位置开始,我要松开我的右手,用左手把球拍送到这个位置。 刚开始做这个训练时,会感觉到有点怪,但你要感受左臂的拉伸,把球拍架高,你能感觉到身体的扭转。 肩膀和胯部扭转的程度不同,积蓄了力量。 这个训练,我们要做几组。 我是在用身体发力,把球拍推到后面,感受身体的扭转。 做到五六次或者十次时,可以加上右手,注意右手要十分放松。 你要注意,转体后我的下巴几乎就在我的肩膀上面。 当你对这个训练熟练之后,我们要加上左臂的伸展。 拉拍,伸展,就这样。 你拉拍时,拉得略有点靠后也可以。 但是转体的同时,主要就是拉拍,伸展,左臂。 我再侧面演示一下,你能看到我拉拍,伸展,左臂。 这样就为机球做好了准备。 很多却有正手不稳的一个原因就是,他们不能按正确的方式提前准备。 德约因为有一个很好的转体准备, 所以他能在场上出现各种情形时,都保持正手稳定。 德约的正手给我的另一个启示是放松。 我以前打球很僵硬,肌肉紧绷,我能打出很高的拍头速度, 但我从来没能打出职业选手那种pong的声音。 你如果在现场看过职业选手的比赛,你知道那种pong的声音。 我身体越来越紧,我能打出很重的上悬,我非常努力。 我能打出漂亮的正手,但我不会放松。 你能看到德约引拍后,挥拍,整个过程多么流畅,尤其是随挥阶段。 接下来我想让你注意他的机球点,我们回到引拍的这个姿势。 你们会看到,德约把拍头降到来球下面之后,他通过转跨去拉拍。 德约的机球点很靠前。 我的手臂比较直,德约的比较弯,费德约的更直。 但重要的是,机球点一定要在身前,不要在身后。 我经常看到业余球友,在这个位置机球。 我最近带了一个学生,他在这里机球。 他完全使不上力,他只是在推球。 职业选手的正手稳定又有力,因为他们不是用满力机球。 他们是通过转体,是球拍到达机球点。 这点很关键,一定要在身前稳定的机球。 如果机球点在身后,机球时没有杠杆的作用,也没有稳定性。 打个比方,你想推一面墙,你怎么推? 你会伸出手臂,在身体前面推。 你不会想着这样推,因为这样你一推,你的手臂就会被顶回来。 当然,机球不是推球,但这个姿势是手最稳定的姿势。 接下来我要教你一个简单的训练,让你练习在身体前面机球。 从这个姿势开始,让球拍降下来。 这里的关键是要让球拍仍然在身体前面一点,不要把球拍降到身后这里。 你们也可以这么看。 我伸出手臂,转体,到这里时我的手臂仍在我身前。 我伸出手臂,转体,我降低拍头,转身。 你看,我的手正好会到达身前这个位置。 所以,转体,降低手臂,向前挥臂,在身体前面机球。 这就是我想让你们做的训练。 转肩,降低手臂,确保你的手到达这个位置。 这个动作看起来已经很像一个会拍过程了。 这里的关键是,手臂只拉到这个位置。 全有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在拉拍时,手臂拉得太靠后。 这样会拍的话,你看手臂是什么位置。 做完这个练习,熟悉这个动作之后,你要做的就是同样的事情。 引拍,伸左手,降下球拍,转胯。 球拍自然来到身前。 阻碍球友在身前机球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, 他们不会利用转胯的力量。 学会利用转胯是十分重要的。 拉拍,降拍头,接下来只要转胯,自然就在身前机球了。 接下来我们再谈放松。 我会放松,但我随后结束后才放松。 就是说,从这个位置开始,我降下球拍,击球。 有好多球友,包括我自己。 球已经击出去了,还做着奇怪的事情, 还想着给球施加蛮力。 打个比方,你再打保龄球, 球已经上了球道了,你还这样,这样, 好像还能让球怎么样。 但这时你对球已经失去控制了。 击球之后,如果放松随挥的话, 手臂会优美流畅地收到身体另一侧。 想做到这一点,要进行的训练就是双指训练。 我一般是用三根指头,用三根指头抓着球拍,握拍。 因为我不想攥着球拍,我就想着流畅放松。 所以我会拍时,让球拍自然地挥出, 我没有绷紧肌肉。 这么练习会放松的原因,是只用三根指头抓着球拍。 你的握拍不会很紧,你握拍不紧,你的手臂就能放松,你的身体就能放松。 这就是你要做的放松击球的训练。 德约给我的最后一点启发就是,你要上前去训练。 在我刚刚的对比视频中,我有点等着球过来的感觉。 但你经常会看到德约在场上跑动,迎着球去打。 或者一有机会,他会失职进入场地。 这点很重要。 这是把重心向前压。 这也是一种网球战术。 这为什么重要? 我认为网球就是一个抢时间的运动。 你看在高水平的训绘赛比赛中, 总能进入场地或者踩着底线的球员会赢得比赛。 他们为什么会赢? 因为他们缩减了对手回球的时间。 这点至关重要。 如果你能缩减对手的时间, 你会让对手在场上不断犯错, 你就会得更多分。